如果你问我今年的夏季赛关键词是什么 我的答案会是快 赛生进度快 版本理解迭代快 而队伍从高处跌落的速度 更快一切都带快了 我是袁某人 欢迎来到本期的赛事周报 我将带领大家回顾这段时间 LPL各支队伍的版本理解和他们的具体表现 我将LPL的队伍按积分和水平分为三个区间 前四名是上位区 五到十名能进季游赛的队伍则是处在中位区 剩余的是下位区 每个半区取一半的队伍进行分析和讨论 通过分析看版本 通过比赛看队伍 本期呢 你能看到京东大哥一支独秀六琴二次元 目前断崖式无敌于奥嫖 你也能看到东南部战区队伍全面发力 先是西安积分王WE机会淘博 所有小凤凰方PLUS拿下和微博的恩怨局 而热血战队AL也是2比1翻盘RNG 伴随着EDG跌跌撞撞的成绩爬升 目前东南战区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了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先开冲 京东 京东作为目前LPL的榜一 在轻松碾压了同为前列的淘博和BLG后 基本证明了当下版本他们独一档的实力 目前9-1领跑LPL 而之后的赛程也比较轻松 唯一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的也就WE了 可以说是目前绝对的争冠级别队伍 5名选手更是有4名被亚运征召 而Missing虽然说遗憾的没有能够获得亚运的征召 但他最近的表现也绝对算得上是T0级别 京东能够连锤BLG和淘博迷醒的状态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对于京东来说 这个赛季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 在赛季初他们其实是打得有些滴滴撞撞的 先是被微博血虐两把 而后打老干爹打AL 其实都有过输一个小分的情况 那研究上位圈的队伍 我们还是那句话 打强队看赢法 打弱队看输法 而京东输给老干爹和AL的两个小局 一句话那都是挺惨的 被打得惨不忍睹 一场3-16一场9-17 都是大比分的落败 而输的两局都是一个模子 那就是错误的高估了明竹的优先级 在赛季早期明竹又一期独特的解控属性 让很多队伍把明竹的优先级拉得非常高 毕竟搭核AD版本嘛 有个明竹保护确实能让AD特别爽 但问题是如果下路崩了呢 无论优还是列明竹都很难游走 去帮队友做事 所以机器人成为了许多队伍拿来解明竹的选择 而京东输的这两局都是因为先出明竹 然后对手直接补了机器人 通过下路给压力快速的把雪球给滚起来 但机器人这个英雄打庄舟这种辅助 他压力能一直给啊 即便是稳如齿的那也会出纰漏 打老干爹的第一局10分钟入了就连死了三次 被钩被抓被打野单杀 而同时老干爹上路也掏出了铁南这种怪东西 完成了队6-9的单杀 两条边线开局直接爆炸 左手人晕了 What happened 最终看着自己1-1的数据感叹 电刀妖机为什么不能造出一个版本呢 那京东的例子也证明了我之前说的那个逻辑 这个版本你可以不优 但一定不能列 强如京东也会因为下路的爆线 而导致中期直接被滚烂 那其他队伍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红你作证的京东 BP调整还是没问题的 输了第一把后立马办明竹 然后很轻松的就把AL和老干爹给碾压了 那明竹是版本陷阱吗 那当然不是 联赛胜率60多呢 但问题就在于 对京东这种顶级强队来说 你选择没有主动权的下路 性价比太低了 尤其是我为了中后期团战 我先出个下路组合让你counter 就何必呢 我明明对线实力就是够强 那我何必要给你一个容易针对的点 在确认了这个版本理解后 那京东就开始露出了他们猙獰的獠牙 遇上当时六年生的BL巨使 京东两把都是明竹加猫一起办 都别玩 在这种小亏BP的情况下 京东呢依旧能够选出不错的阵容 原因呢就是他们选手的英雄师 深度实在太深了 能打的体系也太多了 要知道 第一把京东已经在自办大树的情况下 BL巨还加班了一个杰斯 那就是因为卡纳比还有一个打野蜘蛛 而且呢京东现在对于左手个人的实力 也是自信到不行啊 虽然都知道左手的安妮有刷子 但这把是BL巨已经扳掉猴子的情况下 那京东还是顶着狐狸位来拿的安妮 那安妮其实是有点压力的 毕竟到六后推线很容易被抓嘛 那没有好的打野来搭配的话 中路的压力很大 但换来的是BL巨如果你想拿位 那BL巨就不可能有侠落 而且阿洛打二费六四还是比较容易抓机会的 而且团战端也没有那么怕BL巨的重演 同时京东也是做好了给BL巨老黑的准备 打老黑的队局那369太熟练了 肯定也不会出问题 而第五手的挖掘机 我觉得是绝对的妙手 上路是奥恩的情况下 打野肯定要给一个战士 而常规一些的搭配就是破坏王或者猴子 那有一些队伍也会搭配螳螂嘛 这里呢他比是闻到了上路要出坦克味道的 因为拌了格温 拌了纳尔 这上路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不是奥恩就是赛恩 所以这里标记也是感觉到 你肯定要去输出嘛 所以他拌完螳螂 甚至还拌了千诀 然后抢老黑 老黑带野动 这就是那个状态了 체력4700 방어력329 马上201人称联益 摩托和帽子 帽子运动 也有空 甚至是空时间是1分钟 免得15分钟 W甚至是变化 准备化 加上高性的攻击 攻击力 然后 白马上201人称联益 然后 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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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打输出点单一的阵容 老黑可太好用了 而如果卡纳米选择破坏王 那这把他的空间反而会很小 因为破坏王看上去什么都有 但无论是在前期的对抗 还是节奏能力上其实都很弱 而且搭配洛 基本很难能做到什么事 可这首雷克赛就不一样了 新雷克赛 隐蔽是挺进斑肉打法 坦度不错 输出也有 最关键的是搭配洛 针对下路能力超级强 团战配合奥恩 安妮进场也不错 比起破坏王 需要队友创造收割环境 雷克赛更适合现在的这种选择 这把虽然表面上 京东赢在下路直接打穿 但从BP角度来说 因为京东拿了挖掘机 让月塔效率极高的打野 所以标记下路很难再出一个 像露露这样的软法 而是被迫选了一个对线更弱的垂石 来保证恶飞流丝的安全 那很明显 这把的垂石就成了突破口 强度的对抗 往往比的不是 谁加大C有多C 而是谁能抓住 对方阵容的突破口 而第二把京东也是如出一辙 比奥G说 我不给你抢安妮了 那对我位移的C位威胁太大了 而且我要拿位的话 给Ruler拿到一个侠 那也很难处理 所以比奥G两个头扳 我把猴子给你放出来 Niko 安妮狐狸三大法师 比奥G自扮两个 那我让你拿狐狸 然后我用位加 岩雀来挤 这样即便给Kanavi拿到猴子 岩雀也能够限制到猴子的进场 可以说 比奥G打京东是绝对做了准备的 但没用 京东在阵容上不给你破绽 他们觉得只要确保了下路 不要是太劣势的对局 那我就有的打 在比奥G选择半掉 泽利和金克斯后 那比奥G锁下机器人 就是为了限制Ruler 可能的维鲁斯 但这次呢 实际选择了电导卡莎 这也是下期彩LPL的 首个卡莎登场 卡莎的缺点是 从一件套到两件套之间 他的清洁效率都很难和2v64比 即便对线能顶住不挨压 但中期站在中线的时候 那他都是没办法推线的 而没法推线 卡莎就很难用大招去支援边路或者野区 但如果是第一件就点到 那卡莎站中线的压力就小很多了 虽然这把比奥G下路又是对线就穿孔 但从阵容思路来说 卡莎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选择 也是这把打完后 各支队伍才开始尝试卡莎这个英雄 如果2比0横扫比奥G 我们可以说是血脉压制 那面对同样来势汹汹 同样连胜在手的套博 京东的迭代也是相当迅速的 在打完比奥G后 13.1版本 电刀妖姬也开始齐卷直接赛场了 而鳄鱼也开始展现了他的上路的统治力 那像德塞就从之前的有老黑拿老黑 变成了几乎有鳄鱼都会出鳄鱼的情况 而面对这样的版本修正 京东没有说长迁 而是我想着用基本功去解你 他们第一把就用小炮中单破解了电刀妖姬 而369的奥恩面对维吾德的鳄鱼也是打出了队伍单杀 那这算是京东这个队伍对待版本和其他队伍的不同了 比如涛博就属于 最近这个电刀妖姬上的鳄鱼效果都不错 新联赛可能也练了不少 那我就试一下 而京东就属于 只要我的版本大方向不出问题 那么我会尽量保证队伍会在一个熟悉的阵容上去玩 所以第一把拿下后 第二把涛博的BP就开始变怪了 他们拿到了胃 拿到了鳄鱼 但京东这边却是老黑加猴子加狐狸的山东野 再搭配一个能开团的洛 说实话 只看阵容都能觉得 淘宝这边拿的不舒服 而MISSING这个BO3的状态也非常夸张 几次亮眼的操作让京东在对线期总能拿到想要的东西 也是非常干净利落的2比0的淘宝 打完之后 你就能感觉到淘宝整个队伍都被打懵了 尤其是第一把 淘宝应该是觉得自己的BP优先集整挺好的 结果反而很快就爆炸了 一爆炸你再想调整回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而京东打NIP继续延续的这套版本优先集 我给对手来做选择题 而我自己做解题的人 鳄鱼妖姬这些版本的新东西我自己试买 哎呀不急 所以虽然369这个夏天没有使用过鳄鱼 而左手的妖姬虽然玩过 但之前也是传统流派 可NIP还是选择把这两个英雄都按掉了 这就是强对光环 我默认你就应该会 可鸡蛋的太多BP就不好做了 和打套博一样 NIP拿位 京东就有狐狸加洛 再补克卡纳比的猴子 前三手选完结基本一看 就觉得京东肯定稳了 当然结果也差不多20分钟的平推局 轻松拿下第一局后 猴米开始不当人了 再一次经典一抢明竹 然后又顶着小炮选出了妖姬 属于是把NIP当傻子打了 这局面对NIP的瑞尔和小炮 说实话京东的对线是打得挺不舒服的 左手还被大安给单杀了 而下路也不出意外的被月塔 但京东强就强在能吸的点实在太多了 这把卡纳比的虚空鱼和369的奥恩 直接上野无敌节奏 奥恩养鱼 然后虚空女皇直接开刹 妥妥的打一小待局 这就没办法了 属于硬实力差距 可以说京东在这个版本的 英雄楚伯和打法体系上 已经和其他队伍拉开了差距 而且不得不承认 红米在对待版本新东起上 是存在一些保守的 但他们确实并不是墨守成规的队伍 只是什么时候选择去科研 什么时候求稳 他们心里有个谱 只能说超级强的选手实力 加上同样强的教练 目前的京东是 毫无疑问的断崖第一 想要冲击他们的地位 还得看13.12的版本变化 只能说适应了版本的京东 实在太强了 那如果说京东是L瓢 现在的大王 那么BLG就是小王了 涛博在输给京东后 暴冷被西安积分王WE 横扫 搞了个两连败 有点倒心破碎的味道 可BLG除了打不过京东外 打其他队伍还是没啥问题的 鳄鱼这样的战士 能够回到上路 对于兵这样的选手 无疑是天大的版本利好 毕竟战士对撞的环境 肯定比让兵和其他人玩肉对摸 更能发挥兵的长处 所以输给京东后 版本风向一变 兵再也不用上路搞什么石头人 赛恩 九筒 葛纳自己玩了 直接格纹老黑武器 甚至凯南这些进攻角色 都重新拿了起来 连之前让人外的鳄鱼 都打出了惊人的名场面 说实话呢 这个BO3 BLG能拿下我并不意外 但2比0拿下 我还是有点没想到的 LNG虽然刚刚击败了1DG和RA 但实际上LNG的竞技状态 我上周赛报也说过吧 有点过于依赖双C了 虽然运营上LNG打的还可以 但我觉得他们在视野和主动性上 还是存在许多漏洞的 而火力全开的熏 打一个状态低迷的塔尔赛 说实话 确实没压力 熏这个选手 只要你被他压制住 他是很能上嘴脸 而他一旦进入到打得舒服的空间 那么牙膏对于开弹的经验 就会让BLG的进攻一波接着一波 而当对手的注意力放在中野身上时 冰和Alk又会有战出来的机会 何况还有On这种搞怪能手 其实第一把LNG这边大树加泰坦 还有鳄鱼 你说抓机会能力不强吗 也还是可以的 但从比赛过程看 就是BLG一波接一波的进攻 把LNG直接打闷了 冰也是来了个0助攻0死 但是10个积分的华丽数据 拿下了这一局的NVP 第二局LNG一抢定针 然后BLG这边反手机器人 On的华为机器人我只能说懂的都懂啊 Scot虽然拿出了妖姬 但那时电刀妖姬才刚开始流行 而Scot则是传统妖姬的出装 也确实是看到了传统妖姬的局限性 那对于BLG来说 击败LNG还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姿态 但后面微博剧可就不那么好啃了 虽然春季赛的旧赛 BLG的青春风暴 是把微博剧的老年皮花艇吹翻船了 但微博剧下季赛是换了微微的 虽然西败给了淘博和OMG 但微博也是处于一个小连胜的阶段 两阶级和微博都属于真要说 还是有上了一圈潜力的队伍 但两队的版本优先级差别很大 而微博剧明显是有备而来 首先Light的奥菲流斯在打 BLG前是8连胜而且数据极其夸张 所以微博是自信到放出火猴给到BLG 然后一抢奥菲流斯的 而放给你火猴呢 小虎也有9种去应对 围绕着奥菲流斯体系 而且微博的运营节奏确实也很熟练 而德塞的上单鳄鱼也在这场比赛 打出了鳄鱼这个英雄该有的价值 这时就非常考验Tavi对于局势的理解了 Light的100%胜率奥菲流斯重要 还是同样发挥出色的鳄鱼重要 抑或是给边线压力很大的梦眼重要呢 那BLG选择封锁鳄鱼 让德塞拿老黑 同时给兵拿到格文君应对 但微博也是有想法的 他们在BLG第三手拿到路的情况下 二轮班却没有封锁匣 而是半掉泽利 这就属于自信我能打狭落了 而刘欣松也掏出了不算很版本的列纳塔 也确实起了效果 两分半微博下路就有了献拳 被和打野进行跃塔 但奥克来了不 天秀一闪 本来要崩盘的下路局面给盘活了 阿菲流斯前期打狭落 如果掉闪很早的话 其实压力会非常大 尤其是BLG的中野还是安妮卫的情况下 所以这把Light的雅菲前期发育并不是很顺 而上路老黑也被格文counter的情况下 微博这把很快就信入到被滚雪球的劣势里 也是成功的让BLG扳回了一分 破了Light的奥菲流斯 在这个夏天的不败精神 双方的BP博弈来到第三把后 进入白热化 但这次他比有点被算计了 前三手都是比较常规的博弈交换 BLG就是先落看你搬不搬侠 可微博是选择直接帮德赛的凯然铺路 扮掉了纳尔河石头人 BLG想的是你搬上路 那意思是应该要拿雅菲咯 所以BLG呢 选择按掉泰坦辅助和Lulu辅助 然后自己出匣 我继续去打匣洛对局 可没想到 微博G直接维鲁斯搭配杰斯 整了个双POK 那匣手太短了 打维鲁斯的话压力会特别大 这里我觉得算是BLG一个比较大的PP实物 因为微博之前已经用过 维鲁斯加杰斯的双POK体系了 应该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结果就是BLG不能拿匣 而是只能锁一个厄斐流斯硬着头皮扛线 这把微博G也是前期很舒服的 拿线运营然后接龙魂 很可惜的是 一条凤龙魂并不足以让微博杀死比赛 但整体来说微博还是掌握绝对主动权的 但晒老师摘了出来 晒哥呢 我总结了个经典犯病三步走 第一步小皮一下 掉个召喚式技能买个伏笔 第二步在不该出现的地点突然短路 来一波迷之阵亡让队伍入困顿 而第三步直接莫菲特状态开启 一波无畏冲锋将游戏终结 很难理解吧 微博在四大武器有男爵buff的情况下 应接了这波远古龙团 然后直接被比奥局拨了 其实微博愿意的话 放远古龙靠着男爵buff硬拖是肯定可以的 毕竟杰斯和维鲁斯的存在 比奥局还是很难摸高地的 只能说微博剧急了 从整个BO3来说 我认为微博在整体把握上是比比奥局好 但比奥局在个人能力上的发挥 最终通过翻盘拿下了这关键的一分 那之后就是一马平川了 打IG打老干爹都不是很有压力 虽然IG是2-0暴冷击败了LNG 但从配置上来说 BLG就是IG的上位版 奥比Wink打得更花更有创造力 而兵也比Yushinomi更有侵略性 所以BLG最终是拿到了10-1的好成绩 虽然依旧是被金东拿下 但队伍的磨合程度 英雄痴深度都是当之无愧的上位圈队伍 我觉得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ELC的英雄痴扩充了 13.12开始 许多我们熟悉的大合都开始被削弱了 像ELC的责力就是其中之一嘛 像现在的版本趋势已经开始越来越快 那ELC之前的英雄选择还是比较常规的 够用肯定是够用的 但要想更进一步 想在季欧赛能够威胁到京东 我想更多的储备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打老干爹时的寒冰尝试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总之京东和BLG这两MSI双雄 在经历了这些版本波动后 回归了本身该有的水平 证明了MSI的含金量 而能否拿下复活甲 我觉得BLG就看后面打Tobo的那场比赛了 西安WE在赛季初 在开局4个2比0击败对手拿到4胜后 WE也算是坐稳了西部战区的位置 在Q本替代BLBL成为夏天的上单后 WE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可观的 但比起上位圈的队伍 WE最大的问题还是打法比较单一 同时英雄池非常容易被预测 比如横的打野路径大部分就是大肉节奏 大树、泰坦还有波比这类当狗的打野 玩得不亦乐乎 比起顶级打野横在进攻性上略显不足 但他偏团队的英雄池 也能让香克斯选一些比较C的中路 香克斯加Hope的双C 即便是和上位圈的队伍比 也不是会输太多 而Cube换BLBL最大的好处就是 Cube这人还是耐得住的 毕竟是狗头巴巴主 打的确实不急躁 不会出现BL神那样莫名其妙的阵亡 这样上路不吃打野倾斜那么横 就能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下半区 但WE确实还是一致打法较为单一的队伍 基本可以说如果双C不能有所发挥 那就基本是G了 所以WONG和LNG完全可以理解 何况他们因为押韵征途导致能够去理解版本 贴合版本的时间也比较少 所以我也理解为什么会被TT 靠着Yuko的电刀腰机暴冷击败 那我心中预想的WE水平应该比春季赛要好 但好多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不过他们在面对涛博士 摆了一套不算常见的铁桶阵 反而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让我感觉到WE这个队伍 在指挥上还是比较有章法的 现在他们的成绩有点上不去 更多的还是经验和磨合的问题 英雄池不太够用 可他们一旦磨合好还是有竞争力的 毕竟你可以说选手他不够C 但确实现在没有像Build这种 你感觉在送的人了 加上队伍的运营还是比较可圈可点的 这段时间好好调整磨合下版本 我认为WE还是有冲击中游权上位的潜力的 那RNG目前是一个5-5的成绩 在失去了名 失去了Gala后 我以为RNG这个夏天要冲击四天王了 没想到打到现在 竟然还处在一个季游赛有望的位置 加上在和EDG的关键战中 RNG也是以2-0碾压了EDG 让粉丝狠狠的上了一波嘴裂 提前过年了 所以呢对于粉丝来说 这段时间应该还蛮爽 我想说的是 希望你们以后能继续这样表现 对于这种台下落麻的 台上软脚侠的队伍 我们就要狠狠的打 就要打他们2-0 然后原神的话 也希望你以后能天天启动 你今天的腰肌真的很不错 还有LP 希望你也像今天一样打出AD差距 就让这样打 然后 其实我觉得 转会期引入绿毛这样有经验的辅助 确实是一个相当有性价比的选择 汤圆和LP 都是经验比较欠缺的年轻选手 而威和呼吸虽然已经成长许多 但两人还处在优缺点都明显的阶段 那绿毛的存在呢 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让RNG的战术选择会丰富很多 虽然绿毛的操作确实绿色 可英雄池和联动方面还是做的没问题的 打到现在呢 用了9个不同的辅助英雄 也就比花活王子翁少一个 加之汤圆呢也是一个英雄池比较不错的中路 所以RNG在BP上不会太吃亏 其实现在RNG相当看汤圆的脸色 就像微博剧要看小虎脸色一样 原神有发挥的局 RNG基本都能吃分 而如果原神没得发挥 哪怕其他路打得再好 最终就是差点意思 由于版本的原因 呼吸和微酸状态和表现都不错 但毕竟是一个双C版本嘛 还是得多看双C的发挥 而LP打到现在就一个MVP 也确实说明了目前LP离顶级AD还有距离 不过对于处于重建期的队伍来说 现在LP上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目前RNG输的比赛里 LNG、京东、OMG还有TOP 都是相当有实力的队伍 唯一可能不太能接受的 就是输给四天王的AL了 只能说AL是真苦足 这场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RNG对于版本理解的迭代慢了一些 加上选手的临场方会比较臭嘛 毕竟现在中上游的队伍 都已经开始尝试在 用更快的节奏的阵容和BP思路了 比如蓝色方一枪小炮来进行摇摆嘛 可RNG还处于大河、对刷等野斧抓的理解上 那自然是不太行的 不过这也不是RNG输给AL的理由 春季赛的时候 RNG处于一个四连胜的上升期 然后打同样是电底队的AL 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 第二把突然上汤圆 结果被AL连番两把 直接开启连败了 算是RNG春天分崩离析的转折点 以至于经理输完都道歉了 而夏季赛又来了一次 刚开完赢下一季的香槟 本以为又是一波小连胜啊 这突然被AL让一追二 主持是有点PUA粉丝了 那好在后面的赛程 对于RNG来说还行 有强有弱 后面还有迭代版本优先级的空间 只要能像春季赛那样8-8 进个季后赛 那对于现在这个配置的RNG来说 我觉得就算成功了 那1DG 1DG作为这个夏天的流量担当 在2比1击败UP后 也终于是来到了西部战局 终于可以勉强算是个中游队伍了 中下游 也算中游吗 其实呢 春天的1DG能够达到一个第三名的成绩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上路自己看对线 每个人做自己职责内的事 所以执行力很到位 所以春天的1DG优点是团战打得不错 指挥和运营也很清晰 而且在版本理解上 春天的1DG也是处于前列的 那MACO的软斧 让1DG在夏洛大河版本是有天然优势 但进入到夏季代开始 1DG很明显出现了对版本的风向误判 加上UZ加入 让队伍的职责需要重新规划 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首先是过于高估软斧的优先级了 像猫丁真这样容易被针对的软斧 在对手有解法的时候 其实优先级真没有想象中这么高 而1DG往往会为了夏洛组的选择 而丢失掉中野的主动权 比如打RNG的第二版 1DG蓝色方放着猴子狐狸不要 先拿了猫 可能因为担心汤圆有冰女嘛 所以我不想先出狐狸 我能理解可为啥不拿猴子呢 先猫就导致了RNG无压力的 祝德莱文加泰坦 这明摆着就奔你这个猫来的嘛 选猫不是问题 但前提是不能牺牲中野的对抗性 1DG这选人就属于下路肯定裂了 那为了一个劣势对线的下路 你中野又拿不到好东西 结果就是一起烂 没节奏你只能拖 所以这段时间1DG的比赛 看的是相当便秘的 春天的1DG呢 属于对线不追求优势 主打防守吧 从团战再开始发力 当时1DG终结比赛的能力是不错的 输的一般就是对线技术问题了 可现在的1DG是反过来的 属于对线技能打优势 但终结比赛的能力很差 反过来了 那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UZ作为队内的大C 但确实年纪大了 反应确实有点跟不上 闪现经常交不出来 很多团战暴毙的画面 让本身就倚仗AD输出的团战 很容易变成溃败 这个问题暂时是无解的 只能靠UZ多练多打来找回状态 第二则是队伍的职责问题 虽然1DG一直是主打双C的队伍 但实际上下路的权重并不会特别高 下路有限权后 更多的也是会让迷口去游走 去打野斧联动啊 但从春季赛的旧赛开始 1DG的联斧联动就不太有效果了 这倒不是UZ来了以后才有的问题 但UZ这个打法风格放大了这个问题 加上一些BP 真的就是选完打野 你就觉得他变名牌路线了 这就导致打野抓不到人 他只能给线上一点压力 这又完全不够 而且大家要明白 这个版本下路靠压刀压塔皮是够的 得有击杀 得跃塔 但由于1DG的联动做的不够好 1DG往往有了下路限权后 做不到与他 优势酷大不起来 就变成了UZ有优势吗 有 但不够 尤其是在牺牲了一些BP的情况下 UZ压塔皮 压刀 带来的优势 其实没办法转号为团队的优势 而且UZ也确实太久没打了 很多时候人头交换 UZ是拿不到人头的 就一波下路二环二 人家AD两个头 UZ两个助攻 前期被压的全回来了 所以核心还是节奏 而要想有更多的节奏和常识 中野的BP优先级一定要保证 我个人的角度是 下路组合对UZ真没那么重要 两个老头底库是够的 所以说 虽然我对UZ的付出是BED 但确实它也存在很多的不足 虽然你可以说UZ其他人 很多时候发挥的更差 但你不可能为了迎合UZ的打法 改变四个队友 我觉得因为一个操作没打好 没处理好 那可太正常了 谁都会犯错 关键是队伍如何去相互包容 相互兜底 对于UZ来说 要想走的更远 一定是从版本理解到打法体系 稍微有点落后了 尤其是和京东一笔 其实关于UZ我在三步走那期 特别提到过 他本身的打法风格 会不自觉的让队伍变成四保一 这是UZ强大压制力带来的弊端 所以需要队友不停的跟UZ抢指挥权 来保证上中野的权重 其实就正常打就行了 没必要那么绑定下路 下路有限权 让没口去游走 并不一定非要下路很快出优质 反正UZ自己也会找钱 而四保一呢 是底库 但底库不能套头上 其实对我来说 能够看到UZ一就是那套打法 我还是相当感慨的 压线刷钱给压力 或许这种风格面对实力强的下路组 不一定有效 甚至会反噬 但不同的打法 我觉得就是会让比赛的观赏性更多元 他还是UZ 虽然不再是那个年轻的UZ 但还是黑子白子熟悉的他 何况说不定UZ也会越调整越好 状态回来呢 整体来说 ED就肯定是一个向好的姿态 尤其是UZ 我感觉状态也开始适应了一些 我觉得对于这种付出老将 可以多些宽容吧 但整体还是很差的 可下一比赛 调整者调整者这不也越打越好 说不定EDG和UZ也能磨合得越来越好呢 那说说老干爹吧 老干爹 你不能说他们摆烂 毕竟他们碰上京东和OMG这种强队 也是能啃下一小局的 但对于这种实力偏弱的队伍来说 气势这种因素就非常关键了 有时候真的就只差一口气 成绩就完全不同 对老干爹来说比较伤的是 他们在赛季初 连着打了四个一干二 都没能赢下比赛 然后碰了卫博和淘博 又被横扫了 那对于士气和心态的打击可想而知 可以肯定的是老干爹也确实没摆 比赛依旧很认真在打 像打OMG的第二局25分钟落后的局面下 老干爹都能找到一波非常漂亮的rush 就会拿下男爵 还把OMG打出了团面 最后一波团也是靠着团人硬肯下了OMG 能团人拼一OMG 那属实还是让人大地眼镜的 但怎么说呢 还是赛季初的机会没把握住吧 现在基本是走远了 只能说要不还是干回咱的老本行吧 赛季末努力当当水鬼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个节目效果 打IG 虽然IG已经沦落为了黑暗四天王级别的队伍 但最近的画面感还是挺强的 牵了悲伤当救火队员 结果打了三个BO3全败之后 又把悲伤光速KTV了 重新把信任天真抬了上来 当我以为IG要彻底开摆的时候 没想到Tone居然把上游圈的OMG给服录了 而且是以两把非常痛快的人机局 给OMG逾越送走 属实是有点变态了 实际上打LNG的这个BO3 IG也没有什么新活 而且在上一个BO3里 天真的狮子狗还打了个1-7的数据 但怪就怪咱 李宁的队员当天好像没有吹醒一样 开局2分钟 下路虚弱闪现 一个都不交被IG限杀 4分钟狮子狗抓下 又是不交DF 差点被杀 开局5分钟下路就要报线了 估计IG自己都想不到 这下路队线能打得这么轻松 上野的月塔也是一言难尽 猴子有闪有大 加这么一大波线进塔 居然没跃掉个半血的青钢椅 打得很莫名其妙 反而IG越打越好 本来这个阵容打架就很厉害 有优势冲起来 羊羊居根本顶不住 而且对于腰肌编带的处理也很好 scot一去编带带线就被打 所以整场下来 羊羊居几乎没什么抵抗 25比3的人头皮 IG非常轻松的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crank的找机会能力 让你很难想象 他居然是上个赛季找不到工作的重担 23分钟一波漂亮的R闪E 直接把羊羊的双C给摁死了 德莱文疯狂提款还加一条大龙 IG一波就把烈士全打了回来 28分钟 果子哥户技重施 又是把小学弟一套拿下 后续的大龙团也是配合着 Yushu no Mi的进场 一波杀死了比赛 这犀利的进场时机 把埃迪一遮 还以为这个狐狸是左手弯的 果子哥也是毫无疑问的 拿到了第二局的MVP 其实从这个BO3来看 按理说IG应该还是有 冲击季后赛的实力的 比如中单影员Kray 就是个很成功的案例 但他们的问题和TT很像 那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阵容 去花时间磨合 打野位置换来换去 上路Yushu no Mi 又因为要去打 亚运征途也缺席了好几场 好不容易现在的阵容基本稳定了 但成绩也很难再追上来了 怎么说呢就很可惜吧 只能希望他们后面的赛程 多磨合磨合 争取明年来一波黑马了 好好调整 哥几个等你 FUN PLUS 最近四场比赛 打了个三胜一负 而且赢下了微博 偷偷来到了东部前列的位置 属于闷声发大台的代表了 他们的成绩之所以回升 有两个人的回暖非常关键 一个是中的Keyr 第二个是上的小老虎 Keyr现在给我的感觉 点像低配小奶油 之前赛季出 狐狸卫打火猴的版本 Keyr打这种法式对局 有点蛮不明白 暂计那叫一个惨 但这段时间 他们开始找到了 适合队伍的版本方向 打野Hacker回归 大树朱妹 让Keyr去玩AD 或者刺客中单 有点OMG的味道了 像打微博的第一场 Keyr还拿出了非常少见的奇亚娜 去打小虎的安妮 虽然说对线级奇亚娜 并不是特别的舒服 刚开始6分多中 就被压了20刀 但前期的资源团上 奇亚娜的威胁 并不比安妮熊来得差 15分钟的这波帅气反打 就能看得出来 Keyr在拿到这种英雄的时候 比他的安妮 妮口要来得自信的多 虽然这场比赛 德赛也打出了个名场面 一打二把狂风向前的 林伟祥和小老虎都给宰了 但虎子的状态明显没有Keyr好 让奇亚娜抓到了很多不机会 综艺部团呢 小老虎也表现了什么叫 这就是奎香蹄 直接当着微博三个人 把厄干琳的灯黄给切了 小老虎和Keyr一样 都属于那种浑身散发着冲进的年轻人 所以之前让他们玩酒桶啊 3这些英雄也是属于 玩不明白被各种胖揍 但随着版本来到 鳄鱼凶狠的战士时代 那小老虎 感觉状态是回暖了一些的 尤其是最后一把 他瞎秒小虎的操作 能看得出来 这个年轻选手的自信还是在的 那微博这边明显还在重新考虑 版本的优先级嘛 高情商是打得不严谨 低情商是在猛游 所以输给方波拉斯也很正常 尤其是春季次 还有经典的碰瓷事件 所以方波拉斯看得出憋着一股劲呢 但方波拉斯接下来的赛程 还是有点魔鬼的 比较距京东 包括众有守门员的NIP和WE 要想已经交赛的话 还得看后续的方波拉斯 能使出多大本事 最后说AL AL最近也是迎来了一个二连胜 不仅战胜了正在启示的方波拉斯 还战胜了实力比他们高一档的RNG 虽然都是2比1的险胜 但还是说明了热血家族 也还在努力的寻找 属于他们赢比赛的方式 AL赢下RNG的这个BO3 明面上的功臣依旧是打野小豪 一个冷之史 在AL目前赢的三个BO3里 除了上单祝德章拿过一个NVP之外 其他NVP全都是小豪拿的 属于是这个家不能没有你了 但我觉得更深的原因在于教练组的调整 打RNG的第一局 AL的BP重心还是放在下路 办了雅菲加三个辅助 然后就放了杰斯大叔加鳄鱼这种上中业出来 结果发现打架完全打不了 五个人全被原生的杰斯追着锤 轻轻松松的就被拿了龙魂然后平推了 但后续他们的BP调整就非常好了 从第二把开始AL的重心放在了中路 三个班全部给到了对抗性强的中单 我吃准了汤圆不玩小炮和刺客这个点 逼着汤圆去玩传统法师 然后只要汤圆先出法师 小豪就出NOC分与最友 第二局NOC是第四首出的 但第三局NOC的优先体就被抬到了第三首 甚至比葵桑体鳄鱼还高 生怕第二轮被搬了 而小豪也不愧为队伍里的大腿 基本上是一飞就有 把AL这边的进攻节奏提得非常紧凑 前期飞下路约塔 中期关针放羊继续强秒ADC 把ALP整的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而第三把本来中期AL已经快要爆炸了 而第三分钟被RNG打了个团灭加大了 但后续也要立马通过关针TP绕后 把律师打了回来 这种无解的开团使得 RNG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后排的问题 两把NOC两把NVP AL成功的让Edrill完成翻盘 只能说不愧是麻辣强国在看 卧槽SZ人呢 上次赢的EDG不是跳得很欢吗 小丑小丑人呢 卧槽打个AL落马了 目前来说 AL的NOC体系更像一个特辑 而不是通解 面对英雄池更宽的中路 还能不能有效 目前来看还是个未知数 如果能够沿着这个思路 找到适合他们通解的话 我觉得AL非常有机会 继续往上爬一爬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本期一万一千多字 更多点小碗 我想大家应该能体谅我的吧 那球个三连应该也不过分 那赛事周报 每周五更新 我们下期见不散 拜拜